春之为清代诗人高顶所作 描写了诗人居住在乡村时 见到的春天的景象和放学后 孩子们放风筝的情景 草斩因飞二月天 扶起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盲趁东风放纸约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风筝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 一起出门放自己做的风筝啦 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 我们要做风筝的用品 双面胶或者是胶水 还有你喜欢的颜色的材质 我们需要三张 还有剪刀笔 如果你有的话 还可以准备一个长长的线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拿出一张纸 我们要把它做成正方形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再拿出一张纸来 我们把它卷成小棍棍 卷成小棍棍是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做风筝的骨架 我们从一个脚开始卷 从一个脚开始卷会卷得更容易一些 这样卷起来呢 我们的风筝的骨架会变得硬一些 就可以真的在天上飞了 我们把它的脚胶用双面胶粘一下 固定一下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 再拿出一张纸 这样我们就有两个风筝的骨架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裁剪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风筝上面 看看有没有多余出来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剪下来 最好剪两边 因为两边比较薄一些 中间会厚一点 我们把两边薄的地方剪掉 好剪好之后呢 就刚刚好是两个对角的长度 然后我们把它粘上 我们拿它胶水或者是双面胶 粘在这个小棒棒上 把它固定好 稍微按一按 然后另一边 这样横着的部分 我们就固定好了 然后还有竖着的部分 也是先裁剪一下 剪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把它竖着固定在上面 这样呢 我们这个风筝就很坚固 不会掉了 不会散架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拿出这个 刚刚剩下的纸 刚刚剩下的纸 我们也不要浪费 我们把它装饰一下 我们的风筝 我们取出两个条形 给撕一撕 可以剪加 再弄一个 然后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给它剪碎一点 我们先对折 然后可以再对折一次 然后我们把它剪成小小的 碎碎 但是不要剪到最后 要留一点距离 打开 然后在中间再剪一下 中间比较宽一些 这样我们就有一些 非常漂亮的 小碎碎 然后我们把它粘到 我们刚刚做好的风筝的下面 就是拿双面胶把它粘上 固定在上面 还有两边 我们也给它刮上 两个装饰 如果你喜欢其他的 形状呀 或者样子的装饰 你也可以自己来设计一下 好了 这样我们的风筝的样子 整个样子就完成了 你还可以给它画上 两个小眼睛 可以留一点目光进去 显着眼睛比较有神 你还可以画上其他的花纹 让你的风筝变得更漂亮 最后我们拿出线 找到一端 我们把它系在风筝的中间 穿过来 我们稍微的绕两圈 把它固定好 最后把它系一系 让它不要掉下来 这样我们的风筝就做好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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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